iPad 風景的話,腳架其實一定需要的 那今天有一支比較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的品牌 叫做LVG的腳架 這支腳架也是一支全碳線的腳架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支腳架有什麼特色 那這支腳架全瘦的長度其實還蠻短的 它才大概38.5公分而已 但是如果你全開打開它的話 它是接近有140公分的長度 那它的重量其實以碳線來講的話 其實是蠻輕巧的一支腳架 它才有1.16公斤 那再搭配他們自己家的這個雲苔的話 其實加起來重量不會超過1.5公斤 就跟你說在出油上其實是非常方便 因為這種踩反折的腳架 我覺得最好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長度很短 但是就是你要攜帶的話 你曬包包啦或一般人的背包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那有時候用腳架的話 我們不一定要用到全高的高度 所以它像這個腳架的話 你看到它這邊其實是有三個關節存在 這變成說在使用上的話 我們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高度 然後你只需要做這樣的調整 或者是甚至 你又非常低角度的這樣的攝影的話 整隻腳架就會變成平的一樣 那這隻腳架除了說就是用八層碳纖維的腳管以外的話 那原廠其實也是很強調說 它有防水防洞的能力 那我這次其實戴上去 至於核溫山阿里山那種環境使用的話 其實也都沒出現過什麼樣的問題 那在腳鎖系統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隻腳架用的是一個金屬材質的扣環 所以在材質的紙梗上 會比一般的腳架來的好像不少 那在開合的話 我們習慣上就是用一隻手握住腳管鎖的那個部分 然後輕輕的一轉 一拉 就可以把整隻腳架這樣拉開 那瘦的話其實一樣 也是一推然後再鎖緊的 那使用上呢是非常順滑的 那原廠其實也是有強調 它有為這隻腳架有做上油 就比你說使用上可能會更為順滑 橡膠再拆下來之後的話 原廠是有選購一個腳丁可以去使用 那在中組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個選掉中午的掛鉤 那如果說有時候在風浪之類的環境的話 你想要加重的話 那就把這個掛鉤拉下來 把你的背包之類的東西 就可以掛在上面 變成增加腳架的穩定度 那這個中組的掛鉤的部分的話 你是可以給它整個懸開 那懸開之後的作用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整個中組給它拆下來 拆下來的話 你可以把它倒掉 裝回去 就變成說 透過這樣的角度的話 如果說你是想要做翻拍之類的話 其實就會很方便 你的相機就可以直接在 三個腳下的中間點 那這樣做翻拍的話 那就不會有變形之類的問題產生 那在原廠搭配這個雲台的型號是MB535 那雖然是小小一顆 但是它承重可以達到20公斤 它的體重的話其實也才400多克而已 那在使用上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便的地方 一個的話 我們看旁邊 其實是它有個角度的一個刻度 那透過放鬆水平的旋鈕的話 在雲台的話就可以做水平方向的移動 那同時這邊你可以看到 到你的角度 那這隻腳架它有強調防水防洞 防砂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球狀雲台這個球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你看到球的部分 其實裡面有一些白白的一些橡膠的部分 那我相信就是為了做一些 防水防洞的處理的一些必要的部分 如果要調整不同的角度的話 那就只需要鬆開這個主要的旋鈕 那鬆開之後的話 那比如說我現在要變成垂直的拍攝的話 那就直接翻過來 就可以用來做垂直方向的拍攝 那用完的話我們回來就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安裝 或者是把相機拆下來的話 那也是一樣調整快菜板的旋鈕 那鬆開之後的話 那你的快菜板的話就可以拿下來 那拿下來的話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通用性的快菜板 那你可以跟其他品牌的那個雲苔 做一些交換去使用 它有附贈一個水平仪 你透過氣泡的位置 就大概知道說 你今天站的位置到底也沒有平